哈喽,卡比 来来来,我们要来听 崔老尼教授的占卜课咯 啊,那个老太卜又来了 对呀,你猜他今天又跟哈利说了什么事啊 铁定都是一些假的 到底是不是呢? 继续来听就知道咯 新学期的占卜学开始上课了 崔老尼教授坐在炉火前的一张大扶手椅上 他面对着全班的同学 而极端崇拜崔老尼教授的文旦和巴蒂两人 就坐在最靠近他的两张软矮垫上 崔老尼教授用他那迷蒙的赏音说道 亲爱的,现在是我们该开始研究星星的时候了 行星的运行与他们所泄露出来的神秘预兆 只有那些深深了解天体舞蹈的人 才能真正掺透明了哦 我们可以依据行星的光芒 破解那些人类的命运 但此时哈利的思绪早就飘到了九霄云外了 炉火散发出来的震震香味 总是让哈利感到昏昏欲睡 脑袋空空 而崔老尼教授那些漫无边际的 欲言空谈 从来就没有办法让哈利感到听得入迷 就在崔老尼对他说那些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的话时 哈利愤恨的想着 哼,妙弟说的真是没错 崔老尼教授其实只是个老骗子 他现在根本就没有什么好的吧 好吧,除非你把担心天狼心被捕也算在内 但其实崔老尼教授又知道些什么 他早在好久以前就得到了一个结论 他所谓的预言 事实上只不过就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的胡乱猜测 另外再加上一些故弄玄虚 虚张声势的伎俩罢了 不过 崔老尼教授在上学期末 做出的预言却是例外 他那一次说佛地魔会东山再起的预言 可是准呢 而且邓伯利多听到哈利描述当时的情形时 也认为崔老尼教授这次出神的状态 并不是装出来的 而这时荣恩低声的喊道 哎,哈利哈利 哎,什么,做什么啊 哈利张开眼睛连忙环顾四周 哦,全班的同学全都盯着哈利看 哈利挺起身去坐好 刚才被他热气闷得同于脑胀 心里又一个使劲的胡思乱想 让哈利差一点就睡着了 而这时崔老尼教授对哈利说道 他的语气透露出一丝震悟的意味 好像是在怪哈利刚才没听他注意说话 我刚刚说到,亲爱的 你出生的时候很明显是受到了土星 不祥的力量所影响 哈?教授,你说什么? 说什么?出生的时候? 哈?是受到什么影响? 土星,亲爱的,是土星 吹老尼教授这次的声音明显带着怒意 显然是气哈利竟然没有立刻被这个消息给吓到 我刚刚说到 你出生的那一刻 土星啊,必定是走到天空一个非常有力的位置 No,你的黑发 你那矮小的身材 还有,你在这么小的时候就痛失了双亲 我想我可以大胆的断言 亲爱的,你应该是在龙东的时候出生的,对吧? 不对,不对,我是七月出生的 哈哈,哈哈,呵呵呵呵呵呵 荣恩扑刺的一声笑了出来 并且赶紧掩饰过去 半个钟头之后 他们每个人都分到了一张复杂的圆形图表 开始忙着在里面填上他们的出生时间 还有行星的位置 这是一项单调法位的工作 必须不断地查询时刻表和计算角度 过了一段时间 哈利皱眉望着他的羊皮指说 哎,我这里有两个海王星 这应该有问题吧,是不是? 而荣恩模仿吹老尼教授神秘兮兮的语调说 哈哈,当天空出现两个海王星时 那就表示有一个大眼镜的小猪如出生了 哈利 哈哈哈哈 坐在旁边的丁和西木大声地哈哈大笑 但声音还没有大到能够掩盖过文蛋兴奋的叫声 哦,教授,你看 我想我找到了一个方位未定的行星哦 那到底是什么行星啊,教授 亲爱的,这是天王星 吹老尼教授宁神望着图表说道 哎,那能不能让我也见识一下那颗天王星呢,文蛋 非常不幸的 荣恩的话全被吹老尼教授听到了 这让他气得在下课前开给他一大堆作业 回去,根据你们的行星图表写一份报告 详细分析接下来一个月中行星的运行位置 将会对你们自己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要你们在星期一准时交过来 不准找借口拖延时间,听到了吗? 只见吹老尼教授力声的喝道 声音异于他平常那种邪女般飘飘然的赏音 反倒是比较像是麦教授严厉的口吻 然后荣恩在他们随着人潮一起下楼到餐厅吃晚餐的时候 怨恨的说道 可恶的老蝙蝠啊 那得花上一整个周末的时间才写得完啊 哦,一整个周末耶 怎么样?作业太多了吗? 麦朵教授可是根本没有给我们出作业哦 妙地这时赶到他们的身边愉快地说道 是是是,麦朵教授这是好的不得了,好吧 接着他们走到了入口大厅 这个十大厅中已经挤满了人潮 大家正排队准备要去吃晚餐 他们才走到队伍的最后面排好 背后就传来一个响亮的赏音 嘿,我是你 嘿,我是你 哈利,荣恩和妙地这时转头过来 见到马粪,克拉和高尔站在那里 他们全都露出了开心的表情 显然是有件事情让他们高兴得要命 干嘛? 荣恩不耐烦地回答 只借马粪手里挥舞着一份预言家日报 并且故意扯着喉咙喊道 好让入口大厅里所有的人都听见了 嗨,你爸上报纸了,卫斯底 来来来,听听这个 魔法部一座再座 魔法部的麻烦似乎没完没了 本报特约记者利达史基报导 魔法部最今才因魁蒂奇世界杯时 所表现出来的拙劣群众控制能力 而饱受批评 同时,他们至今依然未能对那一名女巫师中 事件提出任何合理的解释 也遭受到舆论的猛烈炮火攻击 而就在昨天 魔法部又引起麻瓜人工制品滥用局 支援阿诺威斯底的古怪行径 而陷入新的窘境 说到这里 马粪抬起头来 然后扯着喉咙大声地说道 哎,你想想看 他们居然连你爸的名字都写错了 威斯底 哎,他看起来简直 就是个没人会理会的无名小竹嘛 是不是啊 哈哈哈哈 现在入口大厅里 所有的人都全都注意在听他讲话 而马粪故意卖弄个知识 把报纸摊平再继续念下去 阿诺威斯底 在两年前 曾被控非法拥有一辆飞车 昨天他又涉嫌 为了几个具有高度攻击性的垃圾桶 而与数名麻瓜的执法者 就是警察 争执扭打 威斯底先生 显然是为了援助风也目的 才赶到出事的现场 这位年老的前政器师 当年之所以会从魔法部退休 是因为他呀 再也分辨不出别人究竟是要跟他握手 还是要意图谋害他的性命 可想而知 当威斯底先生到达穆迪先生 反护严密的屋子时 他随即发现 穆迪先生这次又是疑神疑鬼的虚惊一场 而威斯底先生必须先施咒修改那些麻瓜警察的记忆 才能侥幸脱身 然而当预言家日报的记者 询问他为什么要让魔法部涉入这种有失庄重 且稍有不慎 就可能颜面尽失的事件时 威斯底先生却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然后马分把报纸翻过来 举到了空中说道 而且他还登了张照片 一张你父母亲站在你家房子面前的照片 这晚夜也配叫做房子 你母亲怎么不去减减肥啊 听到这里 荣恩气得浑身打颤 而全部的人全都转头盯着他瞧 哈利这时愤怒的说 够了马分 荣恩别理他别理他 但接着马分嘲笑着说 哦对了哈利 你今年暑假不是住在他们家吗 那你告诉我 他母亲真的是长这个肥猪模样吗 还是这张照片照得不好啊 哈哈哈哈 而这时哈利反唇相激的说 那你的母亲呢马分 他脸上的那种表情就像是鼻子下挂了坨大便似的 他一直都是这副鬼脸 还是只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做出这种怪象啊 而这时马分那苍白的脸顿时一阵红 然后大声的吼道 不准你羞辱我母亲波特 那你就给我闭上你的臭嘴 哈利说完随即转过身去 他和苗弟两人都不约而同的从背后抓住荣恩的长袍 不让荣恩扑过去找马分算账 突然间 蹦的一声哈利感觉到有某个白白热热的东西插过了他的脸颊 他连忙伸手探进了他的长袍去找他的魔杖 但哈利连摸都还没摸到 接着又是蹦的一声 一阵回音鸟鸟的怒吼 响骗了整个大厅 你好大的狗胆啊小子 哈利这时急急忙忙的回过身来 只见穆迪教授正一搏一搏的走向大理石阶梯 而他已经掏出了魔杖 只这一头趴在石板地上 色缩颤抖的纯白雪雕 而那正好就是马分刚刚站的位置 大家这时全都吓得嫩住了 入口大厅突然间变得一片死急 除了穆迪之外 其他人全都连眼皮都不敢扎一下 穆迪就是转头望着哈利 只有他那只正常的眼睛是在看着哈利 而另一只眼睛整个对准了后脑勺往后翻 穆迪这时低沉的声音问道 他有伤到你吗哈利 哦哦没有 呃只差一点点 不准碰他 穆迪大叫 哈利困惑地回答 啊碰碰碰什么啊 不是说你是说他 穆迪吼道 大拇指猛然指向他的背后 克拉本来正准备把雪雕抱起来 现在他整个人被吓洒了 穆迪那个滚个不停的眼珠 好像具有神奇的能力 可以穿透后脑勺 看到他背后的景象 接着穆迪开始一搏一搏地走向克拉 高尔和那头雪雕 雪雕这时发出了一阵惊恐的滋滋怪叫声 随即一跃而起 飞快地串向地窖想要跑走 凶小头 穆迪教授怒吼着 再度用魔杖指着那头雪雕 他这时飞到了食指高的空中 然后再啪的一声摔到了地上 然后又立刻弹了起来 穆迪这时嘶吼道 哦 生平坠看不惯 有人背后暗算别人 这是一种极端卑鄙 懦弱又差劲的举动 那只雪雕越弹越高 痛得尖声哀嚎 雪雕串向高空 四肢和尾巴无助的狂乱挥舞 然后穆迪又把雪雕摔到了地上 又弹起来时 一个字一个字的立声吼道 你有缘不准再犯知道了吗 哦 穆迪教授 一个正经的声音喊道 麦教授正抱着一大堆书走向了大理石阶梯 而穆迪若无其事地打声招呼 并且继续施法让雪雕弹得更高 嗨 麦教授 你 你 你这是在做什么啊 麦教授问道 目光随着弹跳的雪雕掠到了空中 在教学呢 教 教学 穆迪 穆迪 你该不会说那是一个学生吧 麦教授真是惊讶地问道 他怀中的书洒了满地 是啊 不 麦教授连忙跑下楼梯 掏出了他的魔杖 没过多久 在一声响亮的琵琶声之后 拽割马粪又重新出现 只见他歪七扭八地躺在地上 光滑的金发披下来 盖住他那张已经变成鲜艳粉红色的面庞 只见马粪畏畏缩缩地站了起来 而麦教授这时 有惊无险地说道 哦 穆迪 我们这从来不会用变形术处罚学生的 我想邓伯利多教授一定告诉过你吧 而穆迪满不在乎地摸摸下巴回答道 哦 没错 他是跟我提过这件事 当然我认为狠狠地处罚一下是必要的 穆迪 我们都是处罚他们劳动服务 或是去向犯错者的学院导师报告 不能自己动用私刑的 然后穆迪带着深沉的厌恶盯着马粪说 哦 我知道了 我就这样照办吧 然后马粪那对淡蓝色的眼睛 因疼痛和羞辱饮满了泪水 但他却直奥迪抬起头来 满怀恶意地望着穆迪 嘴里唧哩咕嘟地低声念叨 但只能听出我父亲这几个字 哦 是吗 我跟你父亲老早以前就认识了孩子 你告诉他 风也目的 现在已经盯上了他的儿子 告诉他 是我说的 现在你告诉我 你的学院导师是史内谱没错吧 是 是是的 他也是我的老朋友了 我一直很希望能跟老史内谱好好聊呢 走吧 只见目的教授一把抓住了马粪的手臂 压着他走向地窖 他那木腿闷闷的咚咚声 在入口大厅中回响不已 然后麦教授用担忧的表情凝视他们的背影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用魔杖指着地上的书 立刻让他们飞起来落入他的怀中 几分钟之后 荣恩他们坐在了葛莱芬多的餐桌 他们前后左右的人 这时全都在兴奋谈论着刚刚发生的事 而荣恩小声地对哈利哈喵利说道 哦 别跟我说话 为什么呢 因为啊 我想把这一幕牢牢地记在我的脑海里 永远不要忘记 拽哥马粪 哎 神奇的弹跳雪雕 荣恩这时 边说着边闭上他的双眼 带着稀满意足的表情 听到这里 哈利和喵利两人都放声大笑 接着喵利开始替他们美人添了一些烤牛肉 但他刚才可能真的会伤到马粪呢 所以麦教授才要出面主旨啊 这可以算是一件好事呢 喵利我不是说在我这辈子最棒的一刻 你干嘛偏偏要来扫我的信呢 喵利这时摆出了一副不耐烦的表情 然后又开始用最快的速度狼吞虎咽 哈利就拾望着喵利问道 哎 喵利 别跟我说 你晚上又要去图书馆吗 非去不可 我有好多事情要做呢 喵利口齿不轻地回答道 可是你明明告诉我们 麦朵教授没有出作业啊 不是学校的作业的 然后喵利在短短的五分钟之内 他就把盘中的食物一扫而光 起身离去 但喵利才刚离去 弗雷威斯利就坐到了他的位置上说 哎 木迪 你说他到底有多酷啊 然后乔治坐到了弗雷对面的位置上说 超酷 而双胞胎兄弟最要好的朋友 李乔丹坐在了乔治身边 然后说道 真是酷病啦 我们今天下午上过他的课哦 听到这里 哈利急切地问道 哎 那上课的情形怎么样啊 弗雷 乔治和李 弗雷 乔治身长的互望了一眼 然后说道 从来都没有上过这样的课呢 是哦 他是真的懂呢 老弟 然后这时荣恩问道 哈 懂什么啊 但乔治故意卖关子地说 懂那边的人是怎么做的啊 啊 做什么 哦 就是施展黑魔法啊 他可全都见识过了呢 对啊 对啊 真是太神奇了 听到这里 荣恩连忙把手探进了他的包包 掏出了他的课程表 接着荣恩用相当失望的语气说道 哦 我们要一直等到星期四 才能上到他的课哦 好了 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 哇 木迪教就怎么那么厉害啊 哦 是哦 你也这么觉得 对不对 卡比 但是啊 还是要很小心耶 要是伤到学生可就不好咯 哎呀 没关系啦 他真的麻烦咧 不能这么说啊 还是要小心嘛 好 好 那你期不期待 下一次来听 木迪教授的黑魔法防御课呢 好期待哦 好 那下次记得来听故事咯 拜拜 拜拜